那么我们看到前两天这个新闻我正好没说 今天也请教一下这个宋教授 那7月7月10时中共的再一次碾压台湾的这种 对中共的绥靖的这一派 那你本来说有九二共识 结果呢他直接就说出来了 有九二共识没有一中各表 没有各表就是我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件事情我看让台湾的 真是国民党这方面也很尴尬 那么本来呢这也是他们所奉行的 唯一的能够跟中国大陆去谈的 似乎你这个大陆那边就不跟你这个绿党这边去谈 我还跟国民党去对话 那这一下子把门给堵得死死死的 那中共这样一个动作干嘛呢 那么这是不等于说 把台湾的这国民党的路也给彻底堵死了吗 你怎么解读他在这个时候 他做出这样一个动作呢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现在否定一中各表呢 其实就是对于台湾这些衰竞主义派 或者是失败主义派 就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 为什么叫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 我们回顾三十年前 我们是从这个三十年前这样走过来的 当初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本来在台湾方面的主持者 比如说像苏启先生 他是基于善意 希望能够用这个九二共识 一方面概括香港会谈的一个综合成果 一方面也就是把这个敏感的一中原则 语言模糊化 同样的大陆方面的主持者 比如说像孙雅夫先生 他也承认这个一中各表本身就是 要把敏感的一中原则加以割制 就是因为有才要割制 就是承认有这样的一个 一中各表的一种论述 所以他的目的是 为了要割制敏感的一中问题 所以才有所谓一中各表 三四多年来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无论如何 他也维持了两岸之间 至少是一种相对和平的一个状态 你说有没有共识 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这样的一种说法 基本上也维持了 台湾之间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和平 那么你今天你中共就是 你如果说自私不接受 那你三十年前你为什么不讲呢 那么你现在三十年之后 你突然一夜之间 你就否定了一中各表 不要说是你如何狠狠地打脸 台湾这些绥靖主义 你自己本身也变化得太没道理 一中各表这个东西 当然他们会认为说 你这个台湾把它表成中华民国 当初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现在否定它 我个人的看法就认为就是说 没有一中各表 那就正好吧 求仁得仁吧 让这些背负的这些历史包袱 坚持久而共识的台湾的各个党派 从此解脱吧 所以我就主张就是说 既然你否定了一中各表 那我台湾也不要去跟你表来表去了 互表 共表 什么表 啰力把手 我就台湾我自己表我自己好了 好不好 你表你的 我表我的 我叫做台湾字表 表什么东西呢 你说一中叫做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好 我台湾字表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华民国 台澎金马属于台湾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否定了 我解脱了 我不要再跟你表来表去了 纠缠不清 我现在就是干脆就把你丢入垃圾桶 没共识就丢入垃圾桶 我台湾字表 世界只有一个中华民国 台澎金马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你表你的 我表我的 这叫台湾字表